大家好,我是三秒,在节目开始之前做一个游学的小广告 那么我呢,会在这个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 带着大家去南京去游学具体地点 是这个明孝林和中山林啊 这个讲到明孝林 这就是关于朱元璋和明史的一部现实版的讲解 那么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皇帝 赞誉者对他赞誉有加 贬斥者对他贬到尘土里 那么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 那么当我们说到明史的时候 说的当然不只是历史 那么除了明孝林之外 在他旁边就是中山林 那么孙中山驱逐大陆光复中华 他的这个愿望后来怎么造成了中华民国 该如何评价他这一生的事业啊 那么如果您感兴趣具体的时间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那么欢迎诸位咱们南京见 好了 那咱们进入重题啊 那么提到海军的国之重启 除了航空母舰 核潜艇是不得不说的啊 这些核潜艇神出鬼没 航程无限远 是大国保持威慑的力气 但是呢 任何武器也得有使用年限 核潜艇到了使用年限 它也得退役啊 核潜艇上的核反应堆在退役时 必须小心谨慎的处理 不然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然而 理想和现实其实是有差距的 冷战时期苏联造了数量众多的核潜艇 在苏联解体之后呢 这些个潜艇并没有按照安全的办法 进行退役封存和移出反应堆 而是就放在那么一处露天的地方 任凭雨打风吹无尽 这个苏联核潜艇最后的葬身之所 不但迷雾环绕 也成了碑基乃至全球环境的一个不稳定因素 那么这个苏联俄罗斯的潜艇坟场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苏俄为什么如此对待这些退役的潜水艇呢 今儿咱们就来聊聊这个 那么自打1950年代 美国的英国罗号开始 冷战期间 美国和苏联一共造了500多艘核潜艇 而一艘核潜艇是服役年限 也就是二三十年 到了1980年代 两国都面临着第一批核潜艇退役报废的问题 那么根据美国海军的标准流程 核潜艇退役之后 需要用专门的设备 把装用反应堆的舱段和其他舱段分离切除 然后再把这个舱段用专门的舶船和设备 运到指定的地点深埋处理 其上至少要覆盖十米厚的土壤 那么这么一套土葬的流程处理完 花费得2000万到3000万美元之间 堪称一笔巨资 那么对于财大气粗的美国来说 掏出这笔钱尚且可以接受 但是在80年代苏联已经从国力的巅峰级跌落 那别说退役核潜艇了呀 连军队的工资都发不下来 任凭军人去坚守自造 那么如此情况下 苏联根本不可能尽心尽力的按照标准流程处理 退役核潜艇 甚至他们自己的潜艇也频频出事 那么1968年一艘645型潜艇K27号核反应堆出事物 造成9死81伤 那么这艘潜艇盘跚着紧急回到港口之后 就那么一直搁置到1981年 后来苏联居士专家认为 他彻底没救了 就把他拖到柯拉半岛附近去凿沉 那毛病不断 而且辐射剧烈的核反应堆 也就这么交给了大海 那么按理说 这废弃核反应堆 把它扔到海里也不是不可以 但起码得3000米深度 而K27被凿沉的地方深度不到100米 虽然一些专家表示 如此处理肯定会后患无穷 但是苏联海军也并不想费钱费力 进一步的处理 反正目前不是还没有歇路吗 就这么凑合着吧 这是非常具有苏联特色的处理方式 到了1991年苏联解体的时候 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全部的核潜艇 也继承了退役核潜艇的老大难问题 拆除200多个燃料罐 而且在这里停泊的暴废潜艇数以百计 在苏联的最后岁月和俄罗斯独立后的混乱时期 有多少燃料罐就这么直接 扔进海里可能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了 那么挪威一家环保组织通过各种调查得出结论 克拉半岛附近海域 这个辐射量超标一万倍 这是最起码的 海底杂乱堆放的最少一万七千个燃料罐 那么16个完整的反应堆 甚至还有五艘完整的核潜艇 其中一艘核潜艇的两个反应堆 还有核燃料 那么这家机构形容此处是什么呢 放射性垃圾的水族管 而一旦这些燃料罐或者反应堆出现严重泄露 引发的核辐射危机将不亚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 那么苏联和俄罗斯在这处放射性垃圾水族管 没有养出哥斯拉或者锯齿沙 那么周边小镇上的居民却每天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 附近摩尔曼斯克中心广场高高耸立着一座标牌 标牌上除了标明正常的时间日期 也还显示有辐射程度的红色数字 这核辐射的阴影无时无刻不笼罩在这里 那么任何军方发出的警报都非常容易被解读为 哪个沉睡海底的核潜艇反应堆又泄露了 那么1997年的5月5日 7例的警报响彻摩尔曼斯克市区 传闻又是退役核潜艇发生了反应堆泄露事故 不明真相的当地群众纷纷囤积牛奶点酒点片之类的东西 传说中这玩意能够抵抗辐射附近的海军学校也停课三天 这事情甚至传到了莫斯科 到最后海军出面表示 没什么 这就是一次例行演习 当地居民对此早就麻木了 这反正核辐射已经超标那么多 就算真的泄露了 哪也只能听天由命了不是 住在这核潜艇坟场附近 那真的是倒了八辈子雪眉 只不过柯拉半岛附近 这北平洋不只是俄国的呀 那眼看着俄国的核潜艇坟场这么放下去不是办法 出事很可能就是这一代人的事 国际上的抗议越来越多 俄国也不是没有在陆地上的核废料处理工厂 但这个工厂远在乌拉尔山脉 想往那儿运燃料罐可以呀 唯一靠谱的办法就是特殊的专列 每隔几个月就会有那么一辆墨绿色的小火车 叮叮光光驶入柯拉半岛 深入核潜艇坟场去搬运燃料罐 这个专列每年能往返最多十次 每次能够运载500多罐燃料 可问题在于啊 这不算海里这两万罐燃料 柯拉半岛还有大概七万罐燃料等着处理呢 就靠这么个小火车蚂蚁搬家的话 没个十几年根本搞不定 到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核潜艇推移 所以这可真的是 子又生孙 孙子有生孙 子子孙孙 无穷溃也了 那么如此的核潜艇坟场啊 是俄罗斯大国迷梦背后的阴影 长久以来 俄国政府对此啊 都是这个闭口不提 西方国家也不是对俄国的情况见死不救 挪威政府是愿意跟俄罗斯提供3000万美元的紧急援助 而美国政府呢表示 要不我给你提供大量的处理退役潜艇的装备吗 那俄罗斯大国尊严 怎么能容许接受援助呢 何况你这些钱也只够用标准流程退役一艘核潜艇呢 这边几百艘核潜艇靠在那儿等着处理 这可怎么办 这点援助是典型的杯水车薪 那真要是想把柯拉半岛全部的退役核潜艇处理完事 这也花费 且不说够乌克兰战争一小时22分 速通机辅 你再给俄罗斯海军添置几座核潜艇 或者再造个航空武器 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而这些年来 俄罗斯政府一直刻意强调 俄罗斯威武雄壮 不但红场阅兵 气势磅礴 欺负周围的国家也毫不手软 甚至在遭受国具制裁的情况下 还要服役新的核潜艇 表面上看 这大国的面子 在一些人眼里算是勉强保住了 但这大国面子背后 致命的核辐射怎么办 这就不是台面上该考虑的问题了 毕竟当被问到报废核潜艇的问题的时候 一些俄罗斯人的回答 很能代表他们的典型思维 建造的时候 可没想过怎么拆的事 等过30年 俄罗斯强大有钱了 这些自然就迎刃而解了 于是住在克拉半岛摩尔曼斯克附近的俄国人 还得带着俄罗斯将来会强大的这种期许 忍受着核辐射继续熬着日子 可能他们也没有意识到 自己其实就是俄罗斯强大的代价罢了 好了 关于俄罗斯核潜艇坟场的故事 咱们今儿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